現在只有爭執的就是 那請問台中市的部分是怎麼來的 台中市驗六次 好 所以現在就有個問題了 因為現在中央續展會跟農委會都說 好吧 那如果是你們驗的有問題 我們驗的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把你的檢體交給我們去驗嘛 所以那些農民 朱賢也是要求說 這個希望中央把這批檢體再復檢一次 所以最新的消息是 這一批的檢體就台中市驗的 現在要送到中央再去驗一次 可是這時候專家就有講話了 專家就有講話 第一個是王必勝 衛部的次長 他說止譜儀 剛剛前面堅哥講的 止譜儀檢測的極限值是0.001ppm 所以台中市驗出來0.002ppm 這坦白說已經到了機器的極限 所以有個台大的教授 台大獨立學研究所教授叫江志剛 他說這個數據接近儀器的極限值 存在著衛陽性的可能性 那這句話什麼意思 如果他存在衛陽性的可能性的話 那你要問一件事 那對台中市政府來講 是不是應該力求慎重 然後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甚至再復檢的狀況 然後再看你做出來的狀況 是不是還是這麼接近極限值 那如果你這麼快的把它公佈出來的話 很明顯他會衝擊到豬農的生意嘛 所以理論上他應該要力求慎重 那結果他公佈出來的這個數字 你看0.002ppm 這個是這位叫江志剛叫做說 存在衛陽性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你看到什麼 第一個 現在同一批台中市的那批檢體 要送中華大去做復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知道因為他驗的是台糖的豬肉 而台糖已經告訴你說 他們沒有用瘦肉精已經很久了 特別是希特布羅 我跟大家講一個訊息 希特布羅 這個毒物專家這個趙明威 他說希特布羅 你知道現在只有一些研究室 說特殊用土材會去用希特布羅 你知道那多貴嗎 希特布羅現在國外買得到的是 50毫克 50毫克是2.8萬 你一直出多少錢 50毫克 不是50克 不是50毫克2.8萬 50毫克 我跟你說 折二台幣2.8萬 折二台幣2.8萬 如果養豬用這個藥的話 我告訴大家 那一堆豬肉 可能要5千塊 可能嗎 希特布羅第一個 非常貴 所以說這個基本 第二個是買不到 因為全世界都禁藥 那第三個是說 目前來說 全世界從來沒有驗出來過 所以說台中市政府 他可能創了一個金字紀錄 或是奇蹟 全世界從來沒有驗出過 希特布羅 還知道台灣是沒有 然後行動 是行政院 食品安全室 辦公室主任說 全世界沒有驗出來過 所以說如今如果驗出來的話 又創個金字紀錄 第一次有希特布羅 在這個販賣級的食品上面 被驗出來 所以說你當這三個點 集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知道一點就是 第一個 可能是他有誤差值 因為這個 這個檢驗上面 然後有誤差 而且他看到誤差值 可以到它7倍 從0.002ppm 到0.015 他們台中市政府 自己的數據上面 就有7倍的一個誤差 所以重點在於 明明知道 這不太可能用在食品上面 然後為什麼還要急著 把這個消息給發出去 為什麼要傷害我們豬籠 我要問這句話 造成社會的一個恐慌 好險是說 衛福部還有台湯 第一時間有去查驗跟澄清 如果要拖兩三天 馬上就過年了 大公園一休息了之後 整個過年 大家都不敢吃豬肉 這多嚴重的一個事情 所以台中市政府 馬上把簡體 直接送給中央 去搞清楚 到底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一個狀況發生 所以雲林跳起來了 雲林養豬籠是 是最多的嘛 台糖是國營事業 這商譽回損很大 如果到時候真的有錯誤的話 我覺得應該跟台中市政府求長 尤其台糖的豬肉是民眾 最最最信任的 所以台糖的豬肉 我記得大家買的時候 看到台糖大家都很信任 因為台糖 它是從頭到尾檢驗最好的 所以這件事情 請大家再去想一下 高端疫苗的事情 是誰在台灣要扼殺自己人的生技 扼殺自己人的 這一些科技的發展 真的 觀眾朋友們 要好好思考 要想清楚 為什麼這樣子 丁北豪事件的還不夠嗎 這個教訓還不夠嗎